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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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人類普世價值 共同建構自由民主之現代化國家貢獻心力 藉住大會圓滿成功 豬衛健康愉快 總統馬英九 中華民國99年11月26號 吃底褐 我們謝謝長官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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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協會的資點 大會開始前 我們要來邀請我們今天的主辦三位 中華人權協會的理事長 李永蘭與理事長會 做大會前的致辭 我們掌聲歡迎 我們利用了在世界人權日的前夕 能夠來把它發布出來 用意呢 也是希望說 一方面 我們讓我們政府的各個部門 了解 我們哪些方面 有了進步 哪些方面 還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那我們 以透過 德會調查 跟普羅調查 交叉的方式 希望能夠得到比較 精確的一些可以參考的數據 來做為我們政府施政的參考 那現在 這份報告 也在昨天 熱騰騰的出爐 我們是感謝高教授 所帶領的團隊 所付出的這個心力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 我們計畫的報告人 也是在最快的時間 依照所了解掌握的這些資料 做一些有關的分析解讀 今天待會兒 陸陸續續 就在今天上午呢 會逐項逐項的公布出來 那同時 我們也非常感謝 我們新聞界的朋友 也能夠趕個大早 來出席我們今天這個發表會 事實上 我們人群指標 調查報告的內容 我們一方面 我們是會 由協會呢 來統合各方面的意見 送給政府的各相關部門 同時我們也更希望 我們的新聞界的朋友 能夠把這些辛苦做出來的 這些調查報告的結果 能夠借著你們的版面 借著你們的畫面 能夠向社會各界傳輸 能夠讓我們全民 來了解我們所共同關心的這個話題 它的一個轉變 事實上各位可以看到 台灣的這一年來 那變化事實上是蠻大的 尤其在最近 11月27號 這個五都選舉也剛落幕 但是呢 11月26號 晚上8點17分 這麼一個槍擊的這個事件 那對於整個這個選舉 又補出了一個插曲 不過無論如何來看 我們看到台灣的社會 還是相當的成熟 台灣的社會 也不可會也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但是過程當中 不論怎麼樣的一個變化 我想我們台灣 已經有一個良好的 民主鞏固的基礎 那另外也正在昨天 我們陳前總統 因為在他的任內 其中的一個案件 判刑確定 而移見到這個 這個桃園這個監獄 桃園台北監獄 那我想這一些都是屬於我們在台灣 台灣一年來很多很多的變化 不過我是想 我們還是待會兒來看看 我們的這個 所做的這個指標的調查報告 相信一定會有很多的收穫 那另外呢 我們也非常感謝總統的賀電 也非常感謝台北市議會 吳碧朱議長 來贈送的這個高價花蘭 那最後呢 祝我們全體與會者 大家今天 這個身心健康 事事如一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主要 關於中華人權前衛者理事長 我們所做的支持 司法人權 我用了一個方法 來呈現我們的狀況 如果以結論來說呢 我會認為 應該說 司法在去年 必按連連 但是呢 可以看出來 它是 如果以結論來說 我會覺得 可以用司法不死 而且可以用支持 近乎有 這兩個詞 來說明它 那 之所以這麼說呢 是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本子裡面的 第十五頁 我想把 從今年跟過去各年的 這些珍貴的資料 來跟大家做一點分析 各位可以看到在第十五頁 上面的這個表裡面 我把二零零六年 一直到我們今年 所做的普羅調查 所看到的 司法人權呢 我們會看到 今年跟去年來比較 今年認為比較好 非常好的 已經有四點二 百分之四點二 相較於去年的二點八呢 我們會看到 民眾普遍的認為 我們的司法人權 已經是有進步 在好的部分呢 也從去年的二十三點九 提高到今年的二十六點一 那也是我們民眾 對司法人權的信心度 提高的一個重要的表現 各位還看到 在非常不好的部分 去年曾經高達十九點九的民眾 有這樣的看法 但今年還是有 可是相對而言 它降低了一些 已經只有十八點一的這種呈現 我們如果再看下面的一個表 在第十五頁的下面的這個表 來看到 這幾年來在這個部分的呈現呢 今年的民眾啊 認為比去年 司法人權有進步很多的 去年很少 只有百分之一點八 今年雖然也不多 但是也已經提高到百分之三點四 有這麼多的民眾 比去年信心度更加強 他們認為今年比去年 是進步很多很多 認為退步很多的部分呢 去年還高達二十四點一的民眾 有這樣的看法 今年還是有 但是我們的民眾 只剩下十六點四的百分比的民眾 認為我們的司法退步很多 所以我覺得對今年我們一般民眾 對司法的感覺是進步不少 我們再看底下 如果要來看的話 看十六頁下面的這個圖表 這是 今年是一個很難 坦白說我在做今年的統計的時候 心情是很忐忑的 因為司法的 我剛才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的法官 我們的檢察官 還有部分的律師串在一起 成為政績專案的調查 跟處理的對象 最後呢他們也被起訴 這對司法來說是尊嚴掃地 他是 以前我們所說的 司法的增操啊 在今年其實是備受質疑的 但是呢我們如果從整個 除了剛才我們的一般的民眾 還持比去年更肯定的看法之外 這裡專家所做的調查的報告呢 基本上呈現了我剛才所說的 專家對於我們的司法 並沒有放棄 專家認為我們的司法 不但沒有死 他還在進步之中 如果從最後的指標來看 各位看到一個現象 我非常榮幸的我從 雄彬國際部門做理事長的時候 就吩咐我要做這個部分的調查 我就把每一年的資料都做了累積 所以我希望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呈現給我的國人 將來也可以這樣呈現在 國際的社會裡面 各位看到以總平均來說 司法人權我們專家的 調查的指標所打的分數 從2004年一路到2009年 都是往下降的 我們一路傳輪 我邊做邊滴血啊 心裡面那個感覺是很不好的 很擔心很焦慮 我們的司法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到了今年呢 我們因為這裡呈現兩個指標 是因為我們過去的指標是25題 今年增加了13題 我怕加入了新的因素 會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精確的比較 因此呢我如果跟以前的年度來做比較 是以原來的這些問項呢作為基礎 所以我今年特別做了兩個指標 那麼大家在看的時候 希望可以了解我這個部分的用意啊 如果這樣看到去年這是古底 去年的整個分數是降到2.79 今年我們沒有繼續代價 它已經從2.86回來了 也就是說比去年的2.79 已經進步到2.86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跟各位報告的 指跌至少回穩 或者指跌回升的重要的現象 那麼對於司法能夠有這樣的表現 我剛才說這不是最好的 但是至少已經知道最壞的情況已經都出來 希望這是支持金富永的表現 但是還是很難對 其實大家沒有聽說 您真假的 但是來看出幾句 則是要先防用深度的 意思是長大